今天玩DIY玩很丑龙 它那个比较实际的 你先吃吧 就是加了一些小花朵特效 我的这个就很直接了 就是搞钱 然后带着胡老师搞钱 胡老师呢 边线上的是胡老师 大家展示一下一一就个腿 带着胡老师致富 谢谢总 榨干 酸Q 好 要不要两位拿着我们的作品 然后也可以对着镜头 就是我们要合个照 也让朋友们去来解读 对 进入这个返向定制的作品 诶 诶 来 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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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下面我们会加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弹幕的网友 哦对 那个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胡老师要代替相亲与 准备给我们阿姨一个惊喜 这东西是什么呢 哦 这可以带走的吗 是的 你甚至可以现场吃的 秋天的第一处 秋天的第一把橘 哦 祝你秋天马上上火 橘子啃花 我们应该准备一束葡萄花了 就是放满什么狼牙土豆 我们应该用备土豆和煮鱼 不要吃一下 对 现场进去炸锅炸一锅土豆 好像挺好开一点 怎么拿牙咬 拿出拆快地的工艺员 我只是不想让我吃啊 这个签子消毒了吗 这个签子怎么都是黑的呢 他们吃完烤出来不熟了 刚刚合资来的许愿吃播现在又开始了 是橘子的两种区法 他们说财老师浪漫和民吗 浪漫吗 现在已经有本身的画风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甜 可以分给工作人员一点 谢谢 这橘子没有糊 所以我一边吃这个甜蜜的橘子一边再加一个 我们再加一个这个环节吧 就是根据我们的关键词去猜剧里面的一些台词的片段 然后你可以看两位老师谁先造剧造的好也猜的快 好我会每组提供三到四个关键词 然后可以看看剧中的哪些的片段以及故事 也可以顺便给我们回忆一下 第一组是小橘灯雷电和宇宙超营 能加字吗 可以就是造句 扩语 刚刚他说了什么 小橘灯雷电宇宙超营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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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电批了小巨灯,然后小巨灯变成了宇宙车移 这是革命时代,你喜欢这样的梗 第二组的词是四个词 金,银,摩托,打戏 这是造剧还是回想剧情? 都可以,我们也可以回想相应的剧情 以及台词也可以去复原一下 那我想到,你想到的是什么? 你哥骑着摩托,拍着打戏,是打戏吗? 赚金啊赢啊 我想到的是那个,有一次金阿宝来抓你 他骑着摩托来抓你,然后他抱着你 我以为他在调戏,我上去就把小巨灯给打了 嗯 什么想象是这个 OK,大家都有印象深刻的片段 OK,那我们来第三组 三个词 二十一世纪,全知,旺财 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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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财就是旺财 旺财就是旺财 轮回 他写个电影之类 是穿越轮回题材 他有个忘记 忘记写,忘记写了 嗯 穿越轮回忘记 还有啥 电影 穿越轮回忘记 电影 穿越轮回忘记 我想演一种穿越轮回的电影 但是制片放到我忘了 哈哈哈哈 好,那我这样的电影题材去找我们福老船 这个剧本是金安寅写的吗 哈哈 再报冰剧金安寅 好的,那我们第五组 也是四个词 注意听 大结局 搞笑 同居 超时空 超时空的大结局 是搞笑的 还是同居的 是一个疑问句是吗 我前二开放是呼应的 嗯 搞笑同居 电视剧 超时空罗外史 他的大结局究竟是怎么样 静心期待 静心期待 对 其实刚才我们超话网友也有评论啊 大家都对大结局很期待 就大家有没有对大结局有一些可以剧透的点 和一些可以分享的一些东西 可可以浅浅的透露一下 有橘子 但是我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照他的理解其实也挺有意思 他说其实从来就没有《向情日》这个人 就是吃鱼 他真的去演了这本《向情日传奇》 然后他就入戏了 可能就有点蜂膜了 幻想出的这一些故事 嗯 其实也挺有意思啊 他重新理解了 嗯 对 然后 也有网友在问啊 说我们的双人房间海报中 胡老师的腿和手是半透明的状态 所以《向情日》会消失吗 现在是有的啊 会吗 《向情日》可能会消失 但他也不会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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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会随到哦 值得一个掌声了 这个 哈哈哈 所以刚刚有问 所以最后结局到底是H1还是B1呢 我能用什么线索可以暗示 我觉得是B1 B1是好 太坏了 坏了 反财序是好 嗯 你觉得是好也很坏 嗯 采访是结局 就是如果你不看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还可以老老实实定的去看 对 大家今天回家都很有那个 有狗子在 大家可以索定化这句 对 对 他到底是B1还是B1 OK所以现在还有我帮你最后的一个提问啊 这个也是弹幕里面我看到的就是 看花絮说胡老师骑自行车差点摔了 那么生活中胡老师会骑自行车吗 嗯 自行车会骑 那你在剧组的代步工具一般都是什么 之前有平衡车 后来也有滑板车 基本上都是平衡车和跨板车 或者是小片鱼 哦 我怎么能不能看你骑的 因为 具体的福利 有的是别的剧刚好族里就有这种车 有的是可能刚好买那个系 可能带了 后面就不带了 那么想问一下 我们陈老师会骑自行车吗 当然 那么最近其实摩托车也很火 就是也很帅 很多人在街上在骑 所以两个月会不会去考虑一下 去骑骑摩托车 你考虑过吗 那种女骑手 我有摩托车驾照的 你有吗 你有吗 你考那个吗 不难 很简单 但是就是想骑摩托车 然后骑了几次 就是放起了 觉得好危险 那你买摩托车吗 买了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挑战任务 就顺利完成了 因为两个老师在一开头 就把隐藏任务完成了 所以我们习提新浪辨识 为一个名称账号 为自己进行一个打call 我们可以自己主导这个内容 可以安定一下我们的距离 也可以去看一下 帮我后路一下我们的距离 就是我们自己发的 对 可以用我们新浪电视的一个号来 安定一下 这东西会不多 对哦 对 我们现在已经切到了 新浪电视的关键 好 我按一下 就说 你按一下 再按一下 下次做了 你都 陈老师 我们的微博明星也可以 来去安利一下我们的剧 对 看剧 放心 送大家 他都写得很认真啊 就常会下面写 呃 不认真了 啊 怎么打呀 我的天啊 哦 在这里 怎么翻页呢 嗯 看到了 你睡不行 我已经迷输了 迷输了 什么 我们就打开常规点 超市房龙龙 但是现在这个中 请大家多给关键 可以可以点 发布 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紧张 怕我不要发东西 我也没有朋友 那怎么会呢 这种机会不多了 我们要发点东西 可以吗 可以 是他授权的 让我们发镜头领域 还在编辑内容 不是我打的慢 是用不惯那个什么键 不是我就是打的慢 看到了 看着他写了个小作文而已啊 写了一篇小作文 要期待我们有自己做过 土豆的料理 土豆都会做 真的假的 我之前隔离的时候 自己做了个土豆泥 土豆泥那么简单 土豆用白水煮完了 然后把它装饰 然后加点牛奶 还有加牛奶 你都不加牛奶了吗 你可以加点牛奶试试 这个就会比较香 我不太会做饭 我就觉得敲碎了 它就是土豆泥 我找不到 你想写上我帮你打 要帮我帮忙 嗯 哦 好了 发了是不是 小心点的发送 也可以念一下给大家 看超时空罗曼师有惊喜 希望胡老师现下请金阿盈吃狼牙 狼牙土豆 再现许愿 再现许愿 请你吃个狼牙土豆是要许愿的事情吗 因为如果已经胡老师说请我吃饭 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我好 我再记了一个 我看要吃一顿土豆盛宴吧 土豆盛宴 你下次送土豆 送土豆 土豆花嘛 那我们密麻袋土豆 可以寄到很多人再给你订阅 好的 谢谢 我亲手给你种一颗土豆 那得等到明年才能结出来 嗯 可能 好的 然后亲手把它压成功能 好 那你今天回去种了 从这个拍转 然后明年要很神奇给我看 是一个长达一年的活动 好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认识圆满完成了 然后那我们两位老师再跟我们现场同事 以及在线的粉丝 呃 say goodbye吧 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完成新闹娱乐明星特别任务的挑战 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互动 直播结束后我们也会发条微博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留言 期待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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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好 我们可以 互动一下 然后可以做到主播 互动一下 亲手来 可以就是自己的那个 私说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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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